好,那么凤容地区呢,在民国49年是成立全台第一家的豆奶加工厂 到现在已经有61年的历史 由于机器设备老旧,为了让民众喝到健康安全的豆奶产品 凤容地区农会是与凤林镇公所吸手合作 着手规划了新的厂房设备 以高温杀菌玻璃瓶装 免回收、卫生可靠主要诉求 借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以及照顾在地的农民 早期凤林镇是国内黄豆主要的产区 在时空背景的转变,黄豆产业逐渐没落 农会总案是黄荣河积极推动农产品地产抵销 辅导农民种植化炼一号黄豆品种 进取的有机、友善耕作、产销履历等验证标彰 凤林地区农会并保证价格全速收购 作为生产豆奶的原料 未来我们的有机豆奶也是我们外面建成一个生意金 所以这个豆奶的品项也麻烦未来我们的幸福大使 我们幸福的推手帮我们推版 而且我们凤林地区农会的产品 未来会更发光更发热 尤其刚才主持人讲的中区学校的部分 尤其营养午餐、梅丽亭的部分大概4万名 但是局限在中区 凤林万荣最最光复这四个乡镇 很可惜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尤其国家主人公希望我们来照料 也要麻烦我们中央还有地方政府 县政府还有我们的政公所 我们一起来把我们主人公照顾好好不好 那未来一个宴请 我希望我们凤隆不仅在豆奶 凤隆豆奶 凤隆曼城的豆奶跟有机豆奶 可以在花蓮县发光发热 也麻烦各位一起来帮忙 把我们的产业一起来提升好不好 好 为了落实食品加工厂 机械及厂房更新 凤隆镇公所更是协助争取 经费改善厂房设备 在109年度花冬基金 乡镇公所提案计划 凤隆地区农会食品加工厂改善计划 获得2300万元补助 其中凤隆镇公所配合款460万元 可以说是重要的推手 凤隆地区农会比较重视 我们信任部 对于供销部就比较忽略 但是在总干司 还有全体理监事 跟理事长就很认真 尤其又把我们的联名厂 慢慢的更新 所以总干司跟新的这个理监事 团队相当的努力 一直有在进行 那也还好我们县政府 有帮忙很多 我想农会是地方的 我们各个机关 大家 一起来给他扶持 来照顾我们农民 农会要是强盛 农民就是好过 农会要是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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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呢 农会是相当重要的 而在今年度 丰隆地区农会 更是提供学校营养午餐 用豆奶 学生人数约两千人 包括凤林镇 万荣香 光复香 瑞穗香 国中小学学生 每人每周喝一瓶 消耗在地黄豆数量 相当于农有种植面积 约一公顷的产量 为了照顾在地种植黄豆的农民 今年度 与农民契作保驾收购面积约10公顷 期望能够造福更多的在地农民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导